台东年度的两大盛事 包括热气球嘉年华以及国际冲浪赛事 而热气球嘉年华已经在7月11号展开 而对于国际冲浪赛事举办与否 台东县政府首度的牲口 因为国内疫情并不明朗 将会不办国际的赛事 但仍然会和WSL合作办理国内赛事 今年虽然有疫情的影响 台东县府大力在中央奔走下 热气球嘉年华顺利在7月11号举行 大量的游客涌入台东观光 让闷了半年的观光旅游业重新复苏 而接下来国际冲浪赛事 是否也能顺利进行 县长姚清林也首度松口 热气球我们之所以决定要举办 是因为利他 是因为有热气球 我们会利益这个台湾社会 我们会提供一个正能量 我们会给所有台湾人民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当然我们发觉 疫情当然会给我们一些挫折 但是我们相信 这个利他的初衷没有改变 热气球一定会办得好 那相同的在年底 我们还有一个著名的活动 也就是国际冲浪赛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认为 我们在疫情不明朗 而冲浪比赛在对于我们整个台湾来说 我们决定不办国际赛 因为同样大家知道 冲浪比赛需要有国际的选手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因为同样一个原因 我们决定取消举办国际型的比赛 但同时我们还是跟 WSL世界冲浪联盟合作 我们举办国内的赛事 让我们国内的选手 不要因为疫情 而没有练习冲浪 取得积分的机会 饶庆林强调 国内疫情仍然不明朗 国际赛事改成国内赛事 是最好的选择 同样也欢迎民众 一起来到台东观光 为选手们加油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谢谢观看